移民局再度放宽锁零条件 排期倒退可申请豁免锁零 美国时间2024年9月25日 美国移民局官网发布公告 宣布再次放宽子女年龄锁定的条件 为了保护那些因为移民申请处理时间过长而超龄的孩子 2002年 美国国会通过了儿童身份保护法 CSPA 通过该法案可以保护未成年子女在移民过程中的权益 防止他们因处理时间过长而失去移民资格 CSPA年龄计算方式如下 CSPA年龄则被用作计算是否超龄的依据 但是为了满足使用CSPA年龄作为超龄与否的依据 子女需要在排期到的一年内进行Seek to Acquire的动作 2023年 移民局曾两次调整锁零政策 新政锁零依据从表A变更为表B 以及特殊情况表B超龄被据豁免 此次9月25日政策调整 移民局再度更新审案手册 增加了假如因为表B排期倒退而未能再排期到 可一年内及时递交I-485申请 完成Seek to Acquire动作的子女 也可以申请豁免 对于B5投资人来说又是意大利好